Hello 我是Cara 我是Victor 歡迎收看CV Channel 今天我們會帶你和爸爸媽媽一起走一條合家歡路線 就在城門水堂 那裡有千變萬塊的山水紀式 又有很漂亮的動植物生態和文歷史古蹟 真的很值得一家人來看一下 城門水堂圍著下一周大約需要5小時 包辦拍照 全程8公里 但是世界之前的路段比較平坦易走 但是之後去主派的路段就要更多的上落的波幅 所以大家要注意 而今次我的總評分就是A級 去城門水堂 我們可以在荃灣少和街搭82號小巴 又或者好像我們這樣 選擇由城門隧道轉車站下車 然後就經過城門隧道行政大樓 轉右就會沿著城門走十分鐘 就去到菠蘿巴 沿途有一個公廁的 終於走到菠蘿巴了 用水堂的景色就是千變萬塊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到城門水堂金色大腿平均 所以大家喜歡哪種類型的景色 等一下要記得留意 A或者B的情景 大家給一給分 如果菠蘿巴沿著公路上去 就會見到一間士多 那裡也有洗手間 而士多真的可以吃到冰凍菠蘿 雖然不是那裡的出產 沿著馬路走上去第二個路口轉右 直走就會見到十字路口 左轉就可以去龍門郊遊徑去村路 而右邊也可以進去搶碟園 那裡種了很多蝴蝶喜歡的花朵 如果你幸運的話也會見到蝴蝶 而那裡也會有古代的天文儀器 和蝴蝶飲水機 我們今天就走另一條路 我們上了樓梯之後 左邊我們就見到一個遊客中心 裡面就有簡介整門水堂的景點 生態、飾藥、採礦和龍舞的生活 參觀完之後我們就繼續出發 沿著菠蘿巴自然教育徑 一直走就會去到一條小橋 但記得在過橋之前 看一看右邊 因為那裡就是第一個打卡點 也是今次比拼大開始了 我們來的時候水堂正直缺水 而現在水量充足 就是另一番的風味 上完之後我們繼續過橋 經過小梯間 之後就上了樓梯 想不到見到一隻美猴 在中間爛路 真的很害怕 我們人多細了 我們慢慢走過去 他都沒有我們好戲 那裡也有很多活躍的猴 也有些很穩定的在捉身 我們來到第二個打卡點 八千層林道 也有很多新人過來拍婚紗相 我們先拍一張 在前面就會見到第三個打卡點 水半千層 上次水堂缺水 我們可以走到過去樹根那邊拍照 但是現在水滿了 樹根都浸滿了 我們可以站在樹根上面拍照 之後我們繼續向前走 而右邊也有條小路走下去 就去到打卡點四大草原 不好意思我放錯片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草原 這個雖然不是北方大幕 但是也很漂亮的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看到牛牛 這次水浸了 就不能去大草原 跟走 但是就看到水下森林 好了 回去之後繼續向前走 就來到這個城門交野地點 六號桌 這裡有洗手間 記得去 繼續走就是過橋 橋下面就見到是大城石間 想挑戰自己的朋友 都可以在這裡走去大武山 前面就到人生交叉點了 向左走就可以去大埔 或者是圓抗爐 左邊直走就會見到一個路牌 而右邊有一個路牌 就會指示我們去標本林和草山 走一陣就見到城門標本林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樹木 而我們這次就沒有走這條路 我們對人生交叉點的分支就走到右邊 所以就會見到第五個打卡 已經半天停了 這裡的重點就不是在那個艇裡 是在那個艇旁邊的條路走下去 然後這裡就可以見到水增八千層 而我們繼續走就會去到十區艇 那我們一起放紅白機 讓大家一起把握一下平和水塘的上空 Let's go and shuffle 前面還有一條新路 是去韓日台的 而由韓日台走過去就可以去到衛逆順第七段 繼續欣賞水邊的景色 而左邊軟跳就會見到廣船舟 以及維青貨櫃碼頭 右邊那裡也可以見到圓彎的方向 也見到余心廣場 而近一點右邊有個壩 那裡就是我們剛剛上來的菠蘿蔔 在這裡看過去也見到剛剛去過的水增千層 以及大草原 左邊也可以見到針山 然後我們繼續走公路 經過城門交易地點十四號和十五號牆 就來到打卡點七號 這個觀景台 這裡可以見到大霧山 以及城門水塘的景色 我們繼續向前走 就來到這個打卡點八號牆 第八號牆就是城門水塘主峰 當缺水的時候就可以見到水陣房的底部 而向左望就會見到城門峽 遠跳也可以見到獅子山 然後從鐵梯走下去就可以去到城門峽 城門水塘和顯徑 而這裡就見到日流口 如果排紅的時候就可以見到漏斗形的水流 而在缺水的時候也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我們繼續向前出發 我們就見到城門水塘的紀念碑 然後向右繼續走 我們就會見到燒烤牆 那裡也有洗手間 我們繼續前進就可以去回附提壩 那裡也可以回望主壩的景色 繼續向前走就可以去回菠蘿巴 搭小巴回荃灣 到最後 到底這次是金色大批評 你的結果是A贏還是B贏呢? 好緊張呀 我覺得是WayWay三贏的 因為水是可以欣賞到大草原 有水可以欣賞這個水陣白天群各有各的特色 那你在你的心目中的冠軍又是什麼呢? 可以留言給我們呀 謝謝大家收看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